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 跟我一起来玩新知卡比探索发现 我说以为 在月光峡谷这关卡里面 有四个任务要解 第一个任务是拯救瓦豆鲁迪 第二个任务是在峡谷私下三张通缉令 第三个任务是未掉入洞 且隐藏房间过关 第四个任务是隐藏在仙人掌三包胎之间的财宝 这个关卡有五个瓦豆鲁迪要救 有第一个瓦豆鲁迪在黑暗的房间 这个蛮难解的 在这边有邪情方有大炮的地方 在大炮的后面绕过去 如果你绕过去的话 你发现有个机关 把机关照亮 就有梯子 可以把握时间去救第一个瓦豆鲁迪 第二个瓦豆鲁迪在你变成灯炮 走到这里 发光发光发光一下 就会上升一个通道 这个上升的通道就有第二个瓦豆鲁迪 第三个瓦豆鲁迪在这个充满大炮的场景 这边 往我们这边 往我们荧幕的方向往前面走一下 就可以救到第三个瓦豆鲁迪 第四个瓦豆鲁迪跟第三个任务很有关系 在你来到像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你通过大炮 你可以一路利用阶梯往上走 上面会有升降梯 你利用升降梯 按左边的开关 这样就可以进入一个房间 进到这个房间以后 你就一路走 走到最后 要小心点 这个路上面有很多睡觉的卡比 你就不要碰到任何一个睡觉的卡比 一直走到最后 就有第四个瓦豆鲁迪 那如果在闯关的过程中 没有碰到睡觉的卡比 你没有掉进任何一个洞里面 没有掉下去的话 你就完成第三个任务 未掉入洞中且隐藏房间过关的任务 第五个瓦豆鲁迪 在你变成滑翔期之后 在这个地方 你从右边这里 穿过去 就可以就到第五个瓦豆鲁迪 在峡谷私下三张通气令的任务 第一张通气令 在第一个场景 你就一直往上爬 往上爬 爬到最顶端出口的时候 左边有第一张通气令 第二张通气令在里变成灯炮 走到这边 发光一下上升的通道出来 就到第二个瓦豆鲁迪之后 左边有第二张通气令 第三张通气令 在这个上上下下的场景 你通过大炮上楼梯 这边 左边 这个比较难找 左边有第三张通气令 隐藏在仙人掌三胞胎之间的财宝 这个任务 要到最后最后最后 要过关的时候 这边 有三颗仙人掌 你走到中间 就可以看到 隐藏在仙人掌三胞胎之间的财宝 除了这四个任务以外 这边的木桶里面 有扭蛋 这边的凹洞 有设计图 可以强化你的武器 那以上就是今天 心智卡比的影片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回收更多更多 跟心智卡比相关的影片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